19.千姿百态的生命奇观 生命,展现着它奇异的光彩,从热带、温带、寒带到南北极,从平原峡谷到高山峻岭,从地下、地面到空中,从小溪池塘到江河湖海, 视野所及,处处呈现着千只百态的生命奇观,继菌、放线菌、针菌、酵母菌、乳酸菌、病毒等微生物,以它们微末躯体和天文素质的数量,在前微镜下呈现出一个眼花缭乱的生命世界。 一百万种的昆虫,向我们展示着色彩斑斓,奇形怪状的生命世界。 九千多种鸟类飞翔在空中,以它们轻盈灵活的萨爽英姿,形态各异的美丽身段,刺激我们向往自由,憧憬未来,带领我们的思绪飞向遥远的天际。 无意技术的鱼虾贝类等海洋生物,构成了一个奇幻莫名,难以想象的水下生命王国。 几十万种神态刻意的陆地大型动物,或奔,或跳,或爬,或跑,展示着它们矫健的英姿,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求生,聪明才智,令我们惊诧,叹奇,茫然,迷惑。 十几万种花卉,随着季节的变幻,以它们五彩缤纷,万子千虎的美姿,与姑娘们争其斗艳,令人赏心悦目,流连往返。 从朴福的苔蟹,到挺拔的红山,从随风摇摆的随草,到尾仪耳形的葛藤,从枸杞到枇杷,从香鱼到椰子,植物王国的神奇形态,巧夺天宫,无以复佳。 我们要问,这些千姿百态的生命器官,是如何形成的? 那些没有组织,没有器官,没有大脑,没有心脏的单细胞生物,为什么就能崛起食物,消化食物? 排泄糟粕,自由运动,建造防守,破性生活,是谁给昆虫穿上了灰墙? 是谁给鸟装上了灰墙的翅膀? 是谁给花儿披上了艳丽的衣裳? 是谁给人类安装了心帐? 难道是你我,而不是上帝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